在我们的日常琐碎中,不时会有一些小动物意外地闯进我们的居所,它们或许是轻盈的燕子,神秘的家舌,灵巧的壁虎,或是欢快的喜鹊,在中国的深厚文化传统里,这些生灵被赋予了吉祥和好运的寓意。 它们的历临往往被视作家庭将迎来幸福与顺利的预兆,因此,面对这些不速之客,我们应以尊重和包容的态度相待,而非以驱逐或伤害为手段。 然而,现实生活中更常见的,或许是那些微小的蚂蚁和勤劳的蜜蜂等爬虫类动物,那么,当它们在家中出现时,又蕴含着怎样的深意呢? 传承国学精华,启迪智慧人生,欢迎订阅国学天地。 蜜蜂,所谓天上飞来之物,属于阳气,阳气入宅,就是天光驾临,自然风水也好,风水角度认为这是生财的象征,而勤劳的蜜蜂能为你带来财富,所以,凡是有燕子,黄蜂,蜜蜂来劫巢的房子,往往风水是很不错的,蜜蜂又是勤劳,团结,奉献和其他优秀品质的同一词, 在民间一直有一句谚语,蜜蜂便富,天鹅便贵,因为蜜蜂在家里,住巢后可以被饲养,事实上,这本身不是一笔小财富,如果蜜蜂能被很好的饲养,那主人就会变得富有,在佛学上,蜜蜂住巢是你们家过去,和这窝蜜蜂结下某种善缘,蜜蜂前来报恩的,象征着幸福美满,收获满满,果实累累, 好运连连,如果你是生意人士,说明你和蜜蜂一样,不辞辛苦,换来了家庭的甜甜蜜蜜,蚂蚁,蚂蚁是世界上最常见的昆虫,通常都在地下筑巢, 据专家研究,蚂蚁能生活在任何有它们生存条件的地方,就比如家里,从风水的角度去看,家里蚂蚁的出现代表着四个含义,第一个是湿气重,蚂蚁生活的地方是比较阴暗潮湿的, 所以它们总是会在土壤深处生活,可一旦来到了家中,则是因为家中的环境更加适合它们生存, 故而,蚂蚁进屋往往是家中阴湿气重的表现,而人类生活的环境必定是要阳气重,气干燥的, 如果太过阴湿,就会导致一系列疾病产生,甚至会让人的心情抑郁,导致家庭矛盾出现,第二个就是会造成家中脏乱, 如果蚂蚁突然出现在了家里,那么就说明家中必定是存在脏乱的角落,能吸引到蚂蚁过来聚集取尸,我们都知道, 越是脏乱的地方,越容易滋生病虫,病菌,这很容易给家人的身体健康带来危害, 所以我们应该,它立刻对家中进行大扫除,及时开窗通风,促进空气的流通, 第三个是,财富会遭受到损失,如果家中有蚂蚁的存在,那么在钱财方面就要有所注意了, 难免会出现一些破财的现象,家中有很多的蚂蚁聚集的话, 那么就代表着,财富会一点一点的失去,蚂蚁越多,财富消失的也就越快, 第四个是,预示着重大事件的发生,如果你发现,家里忽然出现了成群的蚂蚁, 而且,虽然蚂蚁通常会结伴行动的,但却并没有在家里扎窝的话, 这可能预示着,家里会有重大事件发生,而且这个重大事件通常会是喜事, 比如怀孕,结婚,或者预示着乔迁之喜,所以在这种情况下,家里出现蚂蚁是吉利的, 其实蚂蚁并不像蟑螂,是一种有害性的动物,它们通,通常不具有恶意, 而且在这种情况下,蚂蚁也没有安窝,因此驱逐它们的时候, 也尽量不要采取一种赶尽杀绝的激烈办法,不要把蚂蚁置于死地, 只要成功地把它们驱逐出去就可以了,如果用残忍的手法对待蚂蚁, 那么家里的好运也会随之受到损害,蜘蛛,蜘蛛在生活当中是个可怕的存在, 很多人都很害怕,经常一见到就会攻击它,其实在风水中也是有说法的, 俗话说蜘蛛掉财神岛,在民间,蜘蛛又被称为喜字,是喜庆财富的好兆头, 蜘蛛的外形很像汉子喜,所以被人们赋予好运的征兆, 蜘蛛是一种预报喜事的动物,它在珠网上沿着一根蜘蛛丝网下滑, 表示天降好运,如果误,卧室蜘蛛结网,从风水来看, 首先代表着男主人可能会有外遇,卧室有蜘蛛网,也说明打扫不够彻底, 住在这样的卧室里,人自然会感到不舒服, 且蜘蛛网只结在某些地方,则遇事家中有人正犯桃花运, 风水大师说,这套卧室布局,厨房在北方紫围上一袋桃花, 大门位于主男性的东北方,两者的搭配必定会让家中男性犯桃花, 这也是为什么结网之处都是男性活动的地方, 说明男主人以犯桃花影响到了家庭和睦, 故建议主人尽快将卧室做一次彻底的打扫, 及时除去蜘蛛网,之后要定期打扫, 还需摆放一些风水吉祥物在厨房,以化解桃花煞, 其次,代表着家道破落,蜘蛛结网,寸步难行, 受困其中,在风水中代表,家道破落, 但它是只接很多网,而且长时间没有清理, 架上要结在很明显的地方,一般小角落没有这么多禁忌, 但是不是经常出现的话,则不必担心, 说明屋主太懒了,该打扫打扫了, 最后就是蜘蛛结网,如果清不完, 从风水的角度去看,可能是通风不畅, 光照不足的问题,也意味着家居风水生气不足, 面临消退,萧条,衰败的风险, 一来说明你的家人可能容易生病, 二来家里气场不对,又晦气不出, 似飞蛾,夜幕降临, 当你开着窗在房间里享受的下班后的放松时光, 突然有什么东西,好像在你眼前飞过, 定睛一看,原来是一只飞蛾。 想起飞蛾扑火,你没太在意, 把飞蛾赶出去之后,关上了窗户, 然而,从风水的角度来说, 说飞蛾进屋,也会有一定的遇事, 首先是在这一段时间内, 你将会有许多的烦恼, 而且还可能遭遇一些路菜的事情, 如果有人向你借钱, 真是千万不能接出去, 否则到时是收不回来的,之外, 你的挣钱,工作压力较为大, 尽管赚的与平常没有多少区别, 可是日常生活的消费支出, 却提升许多经济发展, 工作压力是十分大的, 出外也极有可能因为秉性缘故, 和人发生争执, 不但在钱财上代挺大的赔付, 极有可能也要遭遇纠纷案和牢狱之灾, 因此,在这里一段时间尽可能维持好的心态, 尽可能不要和人产生摩擦, 真诚待人,不张扬,平静一些, 其次,如果是飞蛾围着人打转, 那么会预照着一些好事发生, 也会说明会有好运的来临, 但是如果家中有一些曾经做过官的人的话, 那么他们可能会给你的家庭带来一些不好的运气, 但同时还是能够通过外力来化解的, 如果飞蛾围着自己转, 说明近期自己的身体健康会有一些变化, 而且家中长辈的身体健康也是有一定的影响, 如果稍微不注意的话, 可能会对他们的身心造成一些影响, 因此在近期要随时关心身边老人的身体健康, 最后就是会影响婚姻关系, 家里假如飞进许多飞蛾的话, 极有可能是情感层面碰到了难题, 飞蛾好像蝴蝶化, 飞蛾进门处, 等于是招风引蝶, 情感中的另一方, 出外与异性朋友出现了多余的感情纠葛。 做出了抱歉加综合爱人的事, 这种情况下, 能给两人的情感造成, 从挺大的裂缝和外伤, 假如疏忽大意, 极有可能出现夫妻感情破裂的状况, 不杀生如何处理非虫, 佛教劝我们不要杀生, 其意义有四重, 杀生害命, 罪孽深重, 不能入佛门解脱之道, 大制度乱云, 诸于, 最终, 杀也最重, 诸功德忠, 放生第一, 杀害众生, 违背大慈悲心, 众生皆为过去生中父母, 亲戚朋友, 因此带来因果, 会圈骨, 席具佛性, 一切众生既有佛性, 皆不可杀, 依佛的境界, 观看一切众生, 将来都可成, 错, 假中尽非虫, 如何驱赶, 在门前窗户摆上, 几盆, 薄荷, 叶来香, 米兰, 玫瑰, 或茉莉花, 这些花草散发出来的气味, 有驱除非虫的效果, 还可以在室内的, 花盆里栽几株番茄, 让番茄叶子发出的气味, 驱赶走肥虫, 室内有许多, 非虫的情况下, 可以在室内点人, 几块干橘子皮, 燃烧产生的氢烟, 会使非虫从敞开的门窗处, 仓皇逃窜出室外, 入睡前, 可以在身上或枕头上撒一些香水, 也有较好的驱除非虫的作用, 同时在床旁放几盒, 揭开的清凉, 层油或风油精, 它们会令非虫退比三摄, 把激励维生素C和维生素B2泡在水里, 将融化的药水涂抹在皮肤上, 会产生一种让非虫不敢接近的气味, 因此, 如果家里进了以上非虫, 要妥善处理, 最好不要直接踩死, 如果这样做, 是会影响到你家里运气的, 一切众生皆有情, 既然这些昆虫, 给予我们福气, 而我们也应该保持敬畏, 患有慈悲之心, 他们没有伤害我们, 我们也不应该随意攻击, 尽量做到驱赶即可, 祝愿善良的各位福生无量。